会比较喜欢先定义 来那个工作表名称 我就叫镜头分析 镜头分析仪表版 然后接下来拍辅助线 检视来 1 请点检视 2 请点隔线跟贴起隔线 好 等这样就出现辅助线了 这个是画图的辅助线设定 因为它是一个仪表版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在左上角这个地方 出现这个仪表版名称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点点插入文字方块 所以这个叫做进口分析仪表版 好 我要一个一个特质交 首先这个字 里面的字型选择这个 A real break 再来请把字射大一点 字的颜色 深蓝色 射出体 好 然后这个字呢 射到字中 然后最前面按一下Enter键 这是请问这一边的设定 我就全部都讲完哦 这边是个绘图区 加边框线 所以请打开效果 开边框线 打开边框线 就在这边视觉效果框线打勾 然后阴影也打勾好了 好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框线 所以我接下来要教你们如何去做出各年进口值统计图 空白地方点一下 来 第一 请点这个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完毕之后呢 我这边要去画各年 所以各年 所以请点选进口日期 所以第三 是不是勾选直 然后请勾选那个前面的小方格 进口日期 我们的单位是不是夜 好 所以请问这张图看得懂吗 通常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这种系 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先看年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 请把进口日期 然后请你再把刚刚这个进口日期给删掉 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当我刚刚做进口日期二 它会自动放来走这边 那这里面呢 它会把它就是做成这几个不一样的图示 这几个图示我现在必须要跟你们讲解一下 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叫做向上切入 这个叫做向下切入 对不对 你不要放过去 它一个叫向上切入 当然另外一个就叫向下切入 这个应该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这个一个箭头 一个往下的箭头叫 单一向下探索 那这个两个箭头是不是就两个往下的箭头是不是就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这个呢叫做连续 向下探索 为什么叫连续 因为它把两个箭头拉一条线 拉起来了 好 那我们就先来分别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去看这件事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好 请点炸汤 多向下探索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边分成一年有四季 可以吗 一年有四季 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哪一季最高 你现在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从零开始 如果你这时候你把它改成折线图 你就比较好看了 请点一下这个折线图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件事 第二季这边最低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年我们划分成四季 来去看 第二季进口需求最低 接下来还是请点回来群组之调 然后请问你既然可以点一次 是用记 但记忘记分析 可不可以再点一次 就叫什么 但月忘月分析 可不可以再点再往下探索 可以啊 但是我们都是一号 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好 接下来请点向上探索两次 接下来我要讲这个工具 叫连续向下探索 那请问一下 连续分析它的好处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看到更细致的变化 对不对 可是很细致的变化 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去把全部的资料呈现 然后去给老板看 那接下来 还要不要再继续往下细致的观看 请点它 过度的细致化 会让自己也看不懂 因为你在看后面 你已经忘记前面了 好 建议改成哲宪府 请改成哲宪府 定价哲宪府 可以吗 我倒觉得这种图可以给老板看 你就直接告诉他说 纵观中华民国12年进口的历史 可以看到我们的长期的趋势 是在逐渐上升 我们还是点回来这张图 好 来请向上探索了 向上两次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还有这一个单一向下探索 对不对 好 请点一下 它就变成一个黑地 然后请问你的老板会想要点哪一条 一定是2021这一条 对不对 好 所以请点他 它就因为是向下 是不是呈现那个季 各季 年的下一阶是不是各季 所以有看到吗 1234 好 所以请问一下 所以2021年 我们的进口需求 是第一季最低 然后第三季 大幅的上升 来 那请问 你现在看到第三季 因为疫情应该知道是5月6月7月 对不对 所以有第三季的这个地方 那它这边达到最高的需求 可是这边5月6月在这边吗 所以建议继续向上探索 是点这一个 点一下第二个 所以可以发现 那个4月比较低 可是5、6月其实是相对蛮高的 好 回上一阶 再去看 因为456看完的 56蛮高的 那接下来呢 7、8、9有看到吗 7月在这里 7月蛮高的 8月更高 可是9月下降 麻烦最后请点一下它 结束单一向下探索 然后向上 向上探索 好 可以吗 我们暂时 暂时 那个图形 图形先讲到这边 接下来我要教的是格式化 首先 这张图的格式在这 这张图 第一个是各项 视觉化的一个设定 第二项叫做格式 第三项叫做分析 记得做 难为格式分析 好 请点格式 首先标题就是最上面 标题 我比较喜欢讲的是最上面 请问这上面是不是叫做标题 来 请点一般 这个一般里面的标题 标题的文字 请改成 X轴的各年 各年 每个年进口统计 我先用X轴 再用Y轴 然后接下来这个字 我比较喜欢用Areal Black 稍微设大一点 然后这个值 这个字形大小设到20 文字的颜色 我喜欢给它白色 背景色 我给它升蓝 再来文字字中 这是标题的设定 再来标题设定好了 我就先把标题先缩下 请问一下 在这里 我是不是有X轴跟Y轴 所以请点视觉效果 X轴 请把X轴打开 好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范围 我们要不要把图设定 画的范围是从0.2个10亿 也就从2亿开始画 2亿个千美元 所以这边可以去设最小值跟最大值 但是我比较想要设定的是 X轴里面的标题 标题有看到吗 标题 所以请把标题打开 这个标题文字看到 那通常我不会去改这个年 而且甚至我会把它给 就是 就是不呈现标题 可是我们先放着年 这下面重点是这这些 把字给改成 Areal Black 然后字稍微放 放成大一点 好 这是年的设计 然后重点是这个范围里面 值我也会动 值 请把字形全部都改成叫做 这个Areal Black 然后字形大小设为12 请问这样字是不是就变比较清楚了 还有字的颜色 我也把它用成黑色 好 那以上 以上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然后接下来请问这张统计图 往前缩小 放在这个地方 加框线 就是这张图加框线 所以请在这个视觉效果框线 在效果这边 视觉效果框线 然后加个阴影 来点赞 好 好 label